第十六集 深思熟虑 魏平 你的人对县里情况输 但正因为输 具体调查工作 比方说调查工商所相关人员的情况 由于你的人也许和他们原本就认识 很容易产生主观判断 不够客观 所以我准备把你的手下一组人分布给张阳 魏平咪咪嘴 脸上似有不甘 毕竟没有人愿意自己的手下听别人指挥的 但在高栋面前也没办法 其实高栋这么安排 也不仅仅是考虑到当地警察调查当地人不够客观这一点 魏平和张阳都是高栋的老部下 这两人彼此也共事过三四年 高栋心里当然更偏爱张一昂 因为他相当于自己的嫡系部队 跟他的时间最长 不过高栋很清楚 论能力 李魏平要比张一昂高出一劫 而且李魏平是个很刻苦上进的人 当然 不是说张一昂不上进 谁都想立功升职 只是李魏平比一般的警察更能吃苦 更会学习提高 早年两人都在高栋手下干活时 出了一起碎尸案 当时整具尸体被剁成碎猪肉一样 装在一个大塑料袋里 道场刑警全部吐起来 张一昂吐得整个人都贪了 连法医都站不住 高栋也是强忍着没去看过 只有李魏平一个人 上去把尸体带回来 协助法医拼接好 最后又连续几天不睡觉 四处走访 最后破了这起案子 那时 李魏平只是高栋手下一名普通侦察员 这案子后 高栋格外留意了他 事后问他心理素质为什么这么好 他笑笑说 事情总得有人去做 但高栋留意到 他接着很长一段时间 在食堂从不打肉 并且吃饭时都一个人吃 高栋很明白 他完全是靠意志忍住的 此后高栋总把他带在身边协助破案 他也屡屡立功 并且体力好 加班时常常能几天几夜不睡觉 深得高栋的欣赏 后来高栋了解到他出身农村 从小家里很穷 学费总是拖欠 也就理解了他工作后这么拼命的原因 他是想抽人投递 高栋给了他机会 在白象县公安行政副局长人选这件事上 高栋是费足了金 又拉上市政法委书记的岳父一起帮忙 总算把李魏平送上了这位子 相比较起来张一昂和李魏平是有明显差距的 张一昂的父母都是国企人员 家庭条件优越 后来考上警察跟了高栋 一切都顺风顺水 并没有太多靠打拼改变生活的动力 但张一昂有个好处 他执行力很强 高栋让他往东 他马上跑步往东 工作效率很高 唯独欠缺点独立判断的经验和能力 这回之所以高栋安排李魏平的人分拨给张一昂 主要考虑到李魏平虽然能力好 但如果把市局和省厅的人调给他 让他管理 让他去查 那市局和省厅的人肯定不服 工作也不会尽责 调查工作 最忌讳敷衍色泽了 所以高栋深思熟虑后 还是决定让省厅的人负责接下去的几项重点调查内容 高栋转向张一昂 看了下自己昨晚写好的笔记 你的工作分这么几块 第一 询问工商所其他的非政治工 对了 魏平 他们有多少人 大概二十个左右吧 好 这些人要一个个找来详细问问 问什么呢 首先问他们所知范围内 谁和工商所接仇 其次问工商所那七个人最近都和谁有接触 看看是否有人留意到那些异常细节 顺便把工商所下面设的什么工商协会的事情了解清楚 回头再跟我说说 张一昂仔细地把高栋的要求寄到本子上 第二 调查工商所七个人的详细情况主要是个人的背景性格最近做过那些事 第三 仔细询问这七个人的家属 问清楚每个人得罪过那些人 尤其有没有仇人 其次 还有个人最近的情况特别是异常细节 第四 昨天跟你说的查通话记录和留意林小峰家人的事 不要疏忽了 通话记录 调查结果 魏平今天会交给你 第五 调查工商所的别克商务车 购买日期 日常使用情况 维修情况等等 就这些 有问题吗 应该没问题 只是工作量挺大的 可能 可能人手还不够 人手不是问题 你和魏平还有视觉的马队商量协调 不够问他们要 再不够 你要多少 我给你调多少 老大 监控还继续查吗 当然要 不过监控的事 暂时要交由魏平和马队两人负责 高洞考虑查监控团队换帅 也是想 既然张一扬查不出 或许李卫平和马队有其他的思路 毕竟张一扬的能力 高洞心里 打了个折扣 就这样 彻底重新布置了一遍工作 重点是 不再以监控为核心 而按传统侦查手段 开展工作 散会后 高洞把李卫平 单独留了下来 关于监控的事 我要跟你再商量一下 高洞躺进办公椅里 舒展了下 略感酸楚的手臂 张队查不出结果 我怕我这边而已 我知道 确实遇到了瓶颈 但是也不用气馁 虽然暂时不知道车子是怎么在服务区消失的 但总不可能是飞上天去的 今天需要你的人再做一件事 你派人去一趟服务区 到服务区外围去看看 看看有没有吊车近期开过的痕迹 当然 我知道吊车直接把一辆车从服务区里弄出去 手法太大了 有些不合常理 但毕竟没有完全否定过这个可能 查一下 彻底确认 如果结果 没有吊车把车子弄出服务区 接下来我们再怎么查 高洞也明白 吊车在服务区外围操作 太显眼了 服务区工作人员不是瞎子 这种可能性极低 之所以还要查一遍 无非是确认之后 彻底排除各种可能 这项工作的目的 是让我们彻底放心地 删除掉各种可能性 才能更集中精力 考虑其他方向 另外 林小峰当过兵 身高体重 符合脚印特征 专案组里有不少人 现在都怀疑他是凶手 只不过没有实质证据 工商所七个人 六个人尸体都抓到了 唯独林小峰现在无影无踪 而绑架一车人 虽然手法什么都不太清楚 但若不是内部人员犯罪 服务区不动声色控制 一车人不可思议 所以林小峰 这个人是重点排查目标 你去找各种林小峰的照片 把他五光外貌 牢牢地系在脑子里 再把服务区的几个监控 全部调出来 把他找出来 另外 老公路沿线是没有监控的 但通向老公路的方向上 总该有几个监控吧 我在附近区跑了一趟 离老公路方向最近的监控 也要在附近三公里外 有多个方向的路段 可以通往老公路 这个调查 比查服务区难得多 高栋思索片刻 点点头 服务区是封闭区域 而通往老公路方向 是开放区域 周围的监控探头 难以为笼成一个封闭路段 这方面的监控虽然能查 但工作量很大 并且也未必能找到 涉案的别克车 不管怎么样 别克车最后出现在老公路上 不去管他是怎么离开高速的 但他肯定是从路上开过来的 也必然会被监控派下去 大海捞针也要想办法 尽快从监控里找出来 我这边会和马队一起商量 仔细规划一遍 争取早点找到 下午 李卫平给高栋拿来了去年9月17日 工商所聚餐命案的卷宗 高栋反反复复看了几遍 努力把每个细节都印在脑子里 随后闭上眼睛 把整个过程如电影一般过了一遍 卷宗搜集了现场所有相关人员的口供 包括当时第一时间赶到的刑警 将不同人对于当天情况的描述做了汇总 对每个人供述的细节都一一做了印证 基本还原了整个过程 9月17日 那天是星期五 下班后大约五点半 工商所一群人和部分家属来到县里的京港大酒店 工商所不定期进行聚餐 短则一个月 长则一季度 费用由工商协会负责 这次的聚餐是由副所长姚江提议的 本来上星期就准备聚餐了 结果当时所长王洪明外出开会 所以就顺延到这个周五 京港大酒店共17楼 一层是大厅 二到六层是饭店 当时工商所吃饭 位于二层的中号酒席厅熊猫亭 这儿的名字都以珍稀动物来命名 他们共开了六桌 六名男性正事工和司机林晓峰同坐一桌 位于门口进来的左侧 往右一桌 是他们几人的女性家属和小孩 再过去四桌 是其他的合同工和部分家属 当时 县局刑侦队在上星期拿了三万元的破案奖金 这星期县局又额外批了他们五千元的庆功奖 所以也刚好在九月十七号那天来到京港酒店消费 他们在三楼的金鱼厅开了四桌 各位道友 本集已经播讲完了 葫芦邀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 第十七集 剧毒大麦茶 工商所聚餐开始后 两名女服务员拿茶壶给每位客人倒了大麦茶 死后一直站在门内左侧的服务间内 通过服务间的窗口拿菜上菜 并不是按照客人吩咐 开酒倒饮料 换托盘 根据两名服务员的交代和相互证明 从聚餐开始到汪海泉最后倒地 他们俩均未出现过休息厅 厅外的监控也正视了这一点 厕所位于服务间旁 两名服务员说从头到尾没去上过厕所 但这一点除了两人自己相互证明外 没有其他人或监控能作证 上菜开始后 第一桌的七个男人工仇交错 相互敬酒 分烟 没有发生任何状况 执法队长汪海泉背门而左 他的右手边坐着工商所的司机林晓峰 再右边是所长王洪民 下面依次是副所长姚江 三个科员 徐涛周国贸和方健 七人兼具均匀 并且由于一张大桌只坐了七个人 彼此距离很宽敞 过了二十多分钟 门突然被打开 一位做水产品外贸加工的企业老板闯进来 当时他的脸通红 显然喝了不少酒 站在门口看了一圈 目光马上对准了前面 离他最近的那个位置上的汪海泉 直接走了上去 你个短命有完没完 前天封了我家店算什么意思 有本事把我工厂封了呀 汪海泉喝了一些酒 外加他性格本就暴躁 顿时转身 一把挣脱开对方的手 用力推丧起来 你干嘛 这地方是你来的吧 你算什么东西 滚出去 滚出去 对方比汪海泉更高大 在酒精的作用下并不惧怕 一把把汪海泉反推回去 撞到桌子上 推翻了汪海泉自己和旁边司机林小枫的酒杯托盘 顿时拼铃旁 林桌的女卷顿时吓得跳起来 本能地向后躲去 吉他桌工商所的合同工也纷纷站起来 很多人像打到中心这一桌靠拢 那名老板见他们人多势众 稍微有些退缩 只是伸直了脖子大脚 你们敢动我 你们公务员要打人是不是 汪海泉怒不可遏 伸出脚就朝他肚子踹去 还想继续上前打架 被旁边的科员方剑拉住 那名老板也被此时赶来的朋友死死抱紧了 两名当事人依旧叫骂着 身腿隔空做着踢打的动作 其他人纷纷呵斥着全家 场面很混乱 大家都注意着 两名当事人的这一块区域 纷争至少持续了一分钟 王洪民走了出来 今天我们单位吃饭 有什么事 你明天过来找我行不行 那个老板经过一番宣泄 又见对方人多 酒也清醒了大半 此时哼了声 挣脱朋友的束缚 大步走出酒席厅 工商所众人指责对方一阵 也陆续回到自己的位子上 经过这一番折腾 大家兴致大减 除了继续指责刚才那家伙外 也没吃多少东西 汪海权回到座位上后 酒店的几个男服务员和领班跑进来 问有没有事 王洪民说 算了 打发他们走了 此时 汪海权和林晓峰的杯斩 全部被打翻了 旁边人叫服务员换新的来 众人继续劝汪海权 消消气 王洪民把自己那杯大麦茶拿起 放到转盘上 来老汪 我这杯没喝过 先喝口水 消消气 其他人也附和着劝他 王洪民转动转盘 把茶杯移到汪海权面前 汪海权拿起茶杯喝了几口 嘴里继续骂着刚才的人 很快 服务员从服务间里 拿来新的酒杯托盘 给汪海权和林晓峰换上 汪海权随意吃了几口菜 过了大约三四分钟 突然呼吸变得粗重 没一会儿 身体剧烈颤抖起来 老汪 你怎么了 好像 好像 受到尖了 汪海权说话变得很艰难 说完这句 突然从椅子里滑了下去 顿时同桌人全部起来 过去扶他 但扶起后 他状态更差了 连话都说不出 很快全身抽搐 大小便失禁 睁大眼睛 停止了呼吸 有人赶紧按人钟 但毫无反应 顺时 整个酒席厅里 众人大叫 快 快叫医生 王洪鸿鸣 王洪鸣连忙拿起手机 打120急救电话 其他的人围在旁边 救援了一阵后 急切地叫喊着 不对啊 这情况不对啊 这一时 两个合同工跑出去 找酒店工作人员救援 顺时 整个二楼吃饭的人 都知道了这件事 很多人跑到门口来看热闹 工商所的人 主动地把看热闹的 无关人员拦在外面 有人说 死人了要报警 县公安局刑警队一群人 正在楼上吃饭 于是酒店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 就找到了楼上的刑警 李卫平等人 听说死了人 放下筷子就赶下楼来 至此 举汪海泉死亡 还不到五分钟 县局的法医一看尸体 面若桃花 又询问了旁人死前症状 典型的中毒迹象 怀疑是情话物中毒的 可能性很大 其他刑警 看了死亡特征 凭经验 也都断定 不是正常的猝死 刑侦队 联盟现场展开工作 拉起警戒 整顿秩序 并且考虑到 有可能是食物中有毒 投毒案是重案 于是立刻 把所有人都控制起来 仔细询问 刚才的事发经过 李卫平又打电话 调集了更多警力 进行现场的物证搜查 但此后经过一晚上的调查 却一无所获 现场所有人员身上 酒席厅 厕所 服务监理 均没有找出毒药 甚至连地毯 都经过了详细搜查 也是一无所获 最后的鉴定结果 汪海泉生前喝的那杯 大麦茶里含有剧毒情话家 杯子上只发现了服务员 汪海泉和王洪明三个人的指纹 茶是王洪明给汪海泉的 王洪明没喝一口 据他交代 他肠胃弱 而大麦茶是通便的 他喝了会拉肚子 所以从头到尾就没喝 从王洪明周围的人的调查来看 他确实肠胃弱 过去吃饭 他也不喝大麦茶 所以他没喝过那杯茶 并不能作为疑点 关于两个服务员的调查 这两人都是外地人 和工商所一干人 完全不认识 并且在他们身上 也没有搜到残留的毒药成分 此后虽然据他人交代 王洪明和汪海泉 似乎并不太合 警方一度怀疑 王洪明或许 有什么把柄 落在汪海泉手里 因为在短短一年时间内 王洪明就把汪海泉 提拔为执法队长 手下安排了最多的人 并且言语里 旁人明显感觉到 他在让着汪海泉 但警方找他谈了几次 他完全否认这些情况 由于他叔叔的身份 即便有怀疑 在没有证据印证的情况下 警方也不能抓他强行审问 于是案子就成了死案 高洞看完整个卷宗 似乎从动机角度来看 王洪明是可疑对象 但也没法肯定 更无法确定这个案子 和现在的案子 是否有关联了 他揉了揉太阳穴 感觉现在的侦查 有些陷入混乱了 需要一个明确的突破口 需要一道光照下来 到了傍晚 又有消息传来 李卫平的搜查队 再次从案发地找到了物证 这次找到的是只手机 经确认该手机属于朱梦雨 是在公路旁的一处草丛里找到的 位于出事车辆和朱梦雨的中间 当时李卫平刚重新安排完 现场布置工作 和两个队员一起去路旁方便 其中一名队员眼尖 在落下尿液冲开几株杂草后 看到了这只遗留现场的手机 搜查队员马上戴起胶皮手套 拾起手机小心装进物证袋中 送到县局 经法医鉴定 手机上只有朱梦雨自己的指纹 手机已经摔坏了 法医组取出里面的存储卡 装到了新的手机上 打开后发现了重要线索 待处理好手机中的文件后 陈法医连忙跑到高洞办公室汇报 老大 手机里果然有东西 从接到消息 说找到手机后 高洞一直在办公室里 焦急地等待着结果 一见面便马上问 什么东西 我已经把手机里的一段视频 发到你邮箱了 高洞立刻坐回电脑前 打开邮箱 点出刚刚收到的一段视频 画面有点暗 毕竟是手机的像素 无法与低一比 但不影响大致的观看 视频一开始就处于轻微的抖动状态 显然 有人正拿着手机拍摄视频 画面在晃动几下后 镜头里出现了好多人在饭桌旁 有人坐着 也有人站着 里面声音嘈杂 似乎很混乱的样子 从镜头角度看 手机被人拿在手中 放在较低的位置拍摄 此时 画面中的一个坐着的人 突然站起来 走出镜头外 视频里 传来一个相对清晰些的声音 今天我们单位吃饭 有什么事 你明天过来找我行不行 接下去的话 听不清楚了 此时镜头没有移动 继续对着刚才的位置 刚刚离开画面这个人 左手边坐着的一个人 突然回过头 朝镜头方向看 随即画面中出现了一只手 挡住了镜头 镜头变得漆黑 过了几秒钟 那只手一开镜头 画面依旧对着那个方向 回头看的那个人 手伸进口袋里 迅速拿出一个瓶状小东西 他转了几下那个东西 随后站起身向前倾 画面中刚好能够看清 他手里拿着一只小瓶子 一到他右侧的一个茶杯前 往里点了几下 随后他迅速把手收回来 藏在桌子下 把瓶子放回了口袋里 视频到此结束 视频到此结束 高栋直愣愣地瞪大了眼睛 转头看着陈法医 这是去年九月十七号工商所毒杀案的视频 你也看过卷宗了吧 下午看的 刚刚离开画面说话的人 是他们所长王宏明 下毒的这个坐在他左手边 很好辨认 这就是司机林小枫 有视频未证 林小枫下毒是千真万确的了 他本要毒害王宏明 谁知阴差阳错 王宏明把这杯水给了汪海权 于是汪海权就做了替死鬼 而现在这次案子 七个人里边围堵林小枫下落不明 他有极大的犯罪嫌疑 视频是从朱梦宇的手机里得到的 朱梦宇尸体旁边的皮包被翻动过 财务不少 只是少了这个手机 看样子 当时林小枫拿走手机 就是因为惧怕手机里的这段视频 林小枫为什么会知道 朱梦宇手里有这段能要他命的视频 一定朱梦宇事后 拿这段视频威胁林小枫 我们从朱梦宇的手机里 还找到了多条短信 是他和副所长姚江互相发的 内容暧昧 所以我们怀疑 这朱梦宇和姚江之间有某种关系 如果王弘民死了 那么所长的位置 理所应当由姚江代替 或许朱梦宇借此要挟林小枫 再杀一次王弘民 但林小枫就想着 这证据在朱梦宇手里迟早是个隐患 于是就把所有人都给杀了 可林小枫要杀王弘民 动机是什么 真是报复工商所 可他自己就吃这口饭的 不管什么动机 都是他下的 这点视频违证 千真万确 视频的真实性 还需要再鉴定下吗 不需要 画面中有清晰的当事人肖像 无法伪造 明天我再让张一昂 调查一下工商所各人间的关系 这样子 我始终觉得有地方不得近 等陈法医走后 高洞又物字响了许久 案子似乎突然间柳暗花明了 但他觉得太多的细节 没有实证作为依据 还达不到破案的高度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 他关上办公室的门 按好保险 打开电脑 拨打了徐策的网络电话 听完高洞大致讲了去年工商所毒杀案 卷宗记彩的经过 又听他说了 发现了视频的事 能把视频发给我看一下吗 一看完 一定要马上删除视频 当然 我不想给你找麻烦 也不想给我自己带来麻烦 高洞笑了笑 爽快地把视频传了过去 怎么样 你怎么看 稍微再给我一点时间 短短不到一分钟的视频 电脑那头足足过了十分钟 终于有了明确的答复 对这个视频 我有一个怀疑 怀疑什么 视频造假 我厦门的专业人员说了 视频不可能伪造 因为上面人物肖像清晰 要伪造 那太难了 除非找那几十个人拍一遍戏 抱歉 专业技术我不懂 说错了还请见谅 我只是有一个疑问 朱梦宇 为什么会拍这段视频 难道他未卜闲知 提前知道林小峰会下毒犯罪 于是 准备好了手机 拍下了罪证 我猜想的情况应该是 当时现场出现打架 现在很多人随手拍的习惯 朱梦宇拿出手机 准备拍冲突的情况 无意中拍到了这个画面 镜头角度没动过 如果是准备拍冲突画面 应该对向汪海权这个主人公 可镜头里从头到尾都没有对向汪海权 这个也容易解释 这段视频不是原视频 这是原始视频的一个部分 本来朱梦宇是在拍汪海权这边的 随后他注意到了林小峰的异常 于是把镜头对向他 最后作为罪证 只需要保留林小峰这一段就够了 可是 镜头一开始的林小峰 也并未表现出足够的异常来 这 高洞似乎陷入了难以自圆其说 你有注意到 遮住镜头的那只手吗 啊 看到了 怎么说 当林小峰转头的时候 这只手挡住了镜头 也就是挡住了当时的手机 应该是不想让林小峰发现 此时正有人拍他的举动 没错 而这只手的主人 应该就是拿手机的人 从镜头角度来看 手机的位置是在下方 并没有举在手里 可见 这场拍摄从头到尾都很隐蔽 是 除了视频是朱梦宇手机里找到的以外 你有办法证明这段视频 是朱梦宇拍的吗 怎么证明呢 手的主人 就是拍摄视频的人 我这边一针一针 播放手出现时的画面 发现刚好背光 看不到手上的指纹或掌纹 哎 你那边的技术人员有办法弄清楚吗 我问问去 过几分钟再给你打电话 高栋挂断电话后 来到物证勘察办公室 看到还有图像专家在加班查监控 叫过来把情况简单介绍一下 让他看看视频里的这只手的指纹能否确认 图像专家把出现手时的视频 按每一针画面提取出来详细查看 最后摇头告诉高栋 没有办法 手当时是背光的 像素分辨率也低 完全无法提取指纹 高栋无奈地回到办公室 再次打网络电话给徐策 告知了这一结果 高栋完全认同 男人手指细的也有 但这只手都续着指甲 男人里顶多有些恶心的家伙 小指上留了长长的指甲 掏耳朵挖鼻屎 弹一弹 如果其他手指也续指甲 就成野兽了 我找了其中一个 最能体现手指特征的画面 截图给你发过去了 这只手有个很特别的特征 拇指 食指 无名指和小指都续了指甲 唯独中指的指甲很短 至少在画面中看起来很短 那我们可以猜想 当这只手伸开时 食指和中指的指甲顶端 差不多是七平的 是这样 可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按这条特征 去核对视频是谁拍的 或许 当时此人刚捡过指甲 一名女性 手指续指甲的目的 当然是为了美观 匆匆玉手 女性都追求 其他手指都续了指甲 唯独中指没有续 在旁人眼里或许压根 就不会注意 但在女性自身心里 应该会觉得 这样子不够漂亮 一个女人 唯独中指不续指甲的原因 我能想到的只有两个 第一 她的中指指甲之前磕到了 于是修正过 高栋等了片刻 徐策迟迟没说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原因是 这个女人缺乏性生活 高栋冷过房 一向很正经的徐策 突然冒出这一句 她刚喝了口水 差点喷到电脑上 拜托你开玩笑 别这么突然好不好 对这起案子 我是很严肃的 我没有开玩笑 大部分女性都续有指甲 但大部分女性的指甲 并没有那么长 续指甲对很多人的 日常生活工作 都会带来很多不便 视频里这个女人 其他手指都续有指甲 证明她是一个爱美的人 选择了美 而忍受日常生活中的不便 一个选择美的人 绝不会拒绝更美 而当全部手指都匆匆如玉 时才是最完美的 可是 偏偏中指没有续指甲 当然 我不能排除此人中指 是磕到了 刚刚修剪过指甲 但如果不是呢 还是她原本就是 这样保持的指甲 那么这根不续指甲的手指 是拿来做什么的 如果是工作 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工作 需要中指不留指甲 比如握笔写字 没指甲的应该是 实指而非中指 所以 除指甲磕道以外的 唯一答案 就是该女子缺少性生活 她需要自慰 我真佩服你的思维了 一根手指都能让你想这么多东西 看来啊 你一定常观察女性手指 如果发现某人之下 符合你的推理特征 你可以试图去安慰一番了 你不用言语我了 我只是就事论事 进行合理性的推测 因为我觉得这个案子 有不少的疑点 小明你也这么认为吧 而现在来看 你们很大程度上 都是怀疑林小枫 不过这案子 真是她犯的 她处心积虑地 设计了高速汽车消失 显然 她并不想让警方 查到犯罪经过吧 结果 她杀了六个人 自己活着 警方难道不会 怀疑到她头上吗 此外的各种细节 现在也完全不知道 在对犯罪经过 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得出谁是凶手的结论 不靠谱 是啊 我跟你想的一样 你那边能不能查出来 视频本来就是用 朱梦宇的手机拍的 还是 后来再把视频文件 传进手机里的 对这种专业技术 我不是太懂 现在问题是 手机已经刷坏了 更没办法 确认这一结果 即便能确认 也不能说明什么 这段视频 可能是经过剪辑 只留下林小枫的片段 在现在这样 线索有限的情况下 我认为应该把 已有线索 做最大化的分析利用 比如这段视频 你们想办法 确认一下 那只手 到底和 朱梦宇的是否一致 明天我拿 朱梦宇的实体 对比一下 好了 关于这段视频 我们就聊这么多吧 接下来 我再把对于 高速机车消失的想法 跟高总队你汇报一下 希望对你的工作有帮助 各位道友 本集已经播讲完了 葫芦邀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 第十九集 骑虎灌顶 在回答服务区 汽车消失的疑问前 我需要再问几个问题 接下来的每一个问题 你只回答肯定 否定 或者不确定 好吗 行 当然没问题 第一个问题 服务区四周一整圈 没有其他出口 不错 不不不 请不要用不错 这种含蓄的方式回答 只用肯定 否定 或者不确定 肯定没有其他出口 好 第二个问题 不是吊车弄出去的吧 今天已经调查过了 肯定不是 第三个问题 肯定不是装上其他货车 运出去的是吗 肯定 第四个问题 两个监控探头 肯定没有任何盲点吗 肯定 当高栋回答完这四个问题 那头的徐策笑了下 我所有的判断依据均建立在这四个问题你肯定回答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 除非你手下对这四个问题的调查存在漏洞 否则 我的结论没有问题 真是够自信的 不过你就算猜错了也没关系 你不是我的人 我也没法控你工资 不 不是猜测 而是严谨的数学模型 这 这东西能建数学模型 当然了 现实中的一切都能建立出相应的数学模型 许多人对数学模型的概念并不清晰 以为它就是要量化地计算出某样东西的结果 这是一个很狭义的数学定义 实际上 在这次的服务区汽车消失事件里 尽管没有任何数字 但这也是一个模型 一个动态的几何模型 你接着说 我昨天说过 车子在服务区消失 用美举法的方式来思考 理论上有无限种可能 美举法是不靠谱的思维方式 但是 你知道美举法的极限是什么吗 是什么 高洞好奇地问 他对数学的理解与徐策相比 自认为是个小学生 穷举法 穷举法就是列出了所有的可能性 是严谨的 科学的思维方式 但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用穷举法解决 适应穷举法的问题 必须有多项条件限制 比如 平面上的三条直线会有几个焦点 这个答案是固定的 结果是零个 一个 两个 或者三个 不存在第四种可能 相对应的 美举法的条件限制并不严格 答案也就有了无穷多个 比如说 男人的身高是多少 答案有无数种可能 为什么前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有限的 因为它有足够的限制条件 同一个平面 三条直线 而后一个问题 如果增加限制条件 也能采用穷举法 把问题改成 某单位的男人的身高是多少 答案就是有限的了 真的很抱歉啊 我又啰嗦了半天 这几年教授的结果就是 让我有说不完的话 职业病 不奇怪 现在的你 总比过去在投行说话很谨慎的你 更让人觉得亲切 昨天的限制条件很有限 只有服务区这一项 所以我没办法给你肯定的回答 今天呢 当更多的调查结果出来以后 把限制条件加上 就可以用穷举法来解决问题了 我也可以给你肯定的答案 我们先把服务区假设成一个空间 服务区四周一圈都没有出口 这个空间的四个侧面 就都被限制了 服务区也不可能存在地道是吧 让车子出去 所以空间的底面也被限制了 车子也不是吊车吊出去的 当然了 更没有可能是直升飞机 车子也不会自己去飞上天 所以空间的顶面也被限制了 现在 服务区这个空间的四周和上下 都被限制住了 我们就可以把整个服务区 看成一个盖上盖子的纸盒子 那么这个纸盒子只有两个小孔 相当于出入口 我们把经过服务区的车辆 模拟成蓝色的小球 现在有很多蓝色小球 从盒子外通过小孔 进入盒子里 同时盒子里的蓝色小球 也不断地通过小孔滚到外面 两个小孔都会自动记录 每一颗进出小球的颜色 我们再把工商所的那辆车 想象成是一颗红色的小球 这是一颗红色的小球 跟着一群蓝色的小球 滚到盒子里面 此时盒子里的情况 是有很多蓝色的小球 中间混着一颗红色小球 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打开盒子 此时发现盒子里 没有红色小球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 红色小球还在盒子里 被涂成了蓝色 第二种 红色小球 已经滚出盒子外了 通过你们之前的调查 红色小球还在盒子里的 可能性已经排除了 那么只剩下第二种解释 红色小球已经滚出盒子外了 这时我们通过 两个小孔的颜色记录 会发现滚出盒子的小球里 并没有红色 那么现在只剩下一种可能 小球在盒子里 被涂成了蓝色 混在其他蓝色小球里面 滚出去了 高洞分析着他的话 裹了半伤 你的意思还是 工商所的别克车 是从监控眼皮子底下 直接开走的 只是我们的人 远没注意到的 没错 可是我们派了 那么多人查监控 每段监控不同的人 至少看了十多遍 怎么会被发现呢 如果我手下几个人 能力不行 我信 如果说所有人 都能力不行 我不信 无关能力的是 只不过红色小球 被涂成蓝色 这个结论的前提 就是你之前 回答过我的四个问题 要验证我的结论 是否正确很简单 差数量 怎么差数量 先统计所有进入服务区的别克商务车 再统计所有开出服务区的别克商务车 如果这两个数字是相同的 那就证明 涉案车辆光明正大的从监控眼皮底下开走了 而你的人 没有看出来 高洞顿时如同醍醐灌顶 这个办法 科学 现实里没有变性金刚 车子的形状是不会变的 别克车从头到尾 始终是别克车 不可能变成桑塔纳 如果别克车要伪装 只能选择车身颜色 车身细节 车牌等方面 但就算靠伪装骗过查监控的警方 进出监控的别克车总数是不会变的 进去的 如果有100辆别克商务车 出来的也是100辆 那么就表明 其中一辆是伪装的 如果数据差了一辆 那么说明 别克车并没有通过监控 而是被装上货车 或是其他现在根本没想到的可能 经徐策这一提醒 高洞的思路瞬间被打开了 好 明天就安排人查 第二天一早 因昨天发现的视频 清楚证明了 林晓峰是去年毒杀案的嫌疑人 专案组立刻召开了紧急讨论会 关于去年公伤所毒杀案的凶手 现在已经可以明确肯定是林晓峰了 但他是不是这次的凶手呢 大家怎么看 毫无疑问 肯定是 案发现场搜了这么久 其他六个人尸体都找到了 唯独少了林晓峰的 在服务区绑架一车人 除了车内人作案 其他情况根本不现实 我看过他简历的介绍 他当过兵 具备直接扭断他人脖子的能力 他的身高 体重 体型 和留在案发现场的脚印也吻合 我看呢 开完会 就可以发布通缉令了 只要抓住他 这个案子 就算破了 所有人都议论纷纷 高洞看得出 基本上所有人都认可这个结果 听到要破案了这消息 兴奋都写在了脸上 不用说 这么大的案子告破后 集体至少要计一等功 连高洞自己一瞬间 也觉得案子 马上就要告破了 有些按纳不住心底的兴奋 可是他转念一想 想起昨天和徐策的对话 这案子 不应该这么轻松就告破了 凶手设计了高速汽车消失 这套不可思议的计划 到现在也并没有留下 具备指向性的证据 显然布局周密 反侦察能力极强 如果凶手是林晓峰 具备这么强大 反侦察能力的林晓峰 他会想不到 就他一个尸体没下落 公安还不怀疑他 既然肯定要怀疑他 又何必不这么庞大的局呢 高洞强行压住心中 跳动着那份喜悦的冲动 把情绪控制回理性的瓶颈 他不动声色的 扫视一圈所有人 其他人怎么看 按一般的破案思路 目前的证据情况 可以先假定林晓峰是嫌疑人 通过各项其他证据的侦查 来印证这个结果 目前最主要差的 是犯罪经过 和动机这两项 动机是报复工商所 这一点已经很明确了 可他自己就是工商所的 又怎么会报复工商所 昨天我们初步找工商所的 其他人了解过个人信息 据说林晓峰是四年前 进工商所当司机的 只是一个临时工 工资才一千五 算不上工商所的人 在这之前 别人听他自己说过 他从部队退役之后 做过好几样小生意 也都没做成 后来开了一家修车店 最后也关门了 这之后 他就应聘到工商所当司机了 会不会他开修车店关门 与工商所各种收费多有关 当然 其他店也都交各种钱 他做关门了 主要还是他自己经营不善 但他会不会心里迁怒 是工商所的乱收费 把他的店铺弄倒闭了 最后想办法混进了工商所 先是毒杀王洪明没成功 这次索性杀了所有人 极有可能 各位道友 本集已经播讲完了 葫芦邀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 第二十集 深入调查 他这潜伏工商所几年了才动手 这耐心有点太久了吧 他这得是结了多大丑啊 这四年过去了还想不开啊 我们实际工作中抓捕了很多犯罪分子 他们的心理想法和常人不太一样 我以前抓的一个人 就因为十多年前老婆被人睡了 十多年过去了 本该说早就物是人非了 他老婆也忍老猪黄 本分在家待着了 结果因对方和他在街头起了点小冲突 他联想到十多年前的事 忍不住当晚拿财刀闯进别人家里啊 把人砍死 这种事啊 我们正常人根本想不通 问十个 十个都会说不值 可有些人的心里就这么古怪 心里这个鞋就是打不开 我觉得可能林晓峰过去就记恨着工商所的乱收费 虽然进了工商所 但他这个心结一直打不开 可能去年也因某些事 加重了他的这个心理负担 所以忍不住了 你看 他抓了六个人 还打电话威胁警方 这都是极具心里宣泄性的行为 其实鬼根结底 咱们工作中哪管得了罪犯去犯罪有什么动机 法律讲的是事实 只要犯罪事实成立 就够了 其他人也多表示同一次观点 也许他就是上述所说的动机 也许他令和工商所多人有恩怨 管他呢 分析动机是在命案发生后 为缩小侦查范围锁定某个方向而准备的 现在林晓峰是凶手的预兆 已经非常明确了 到时抓捕 判死刑 这些程序可用不着管犯人的动机 也许你杀人的理由很悲壮 可再悲壮 也改不了这起罪恶性案件判死刑的结果 高洞听着众人的讨论 一直沉默着不说话 通缉林晓峰是必然的 至少上回的毒杀案是他干的 这个案子吗 如果说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 解释不同怎么绑架一车人的 关键问题是 是否还有共犯 此时 马党培一脸焦急地看着高洞 高洞 你怎么看 高洞自然知道 他最盼着案子早点了结 不管后续问责与否 他作为当地的一把手总是难辞其咎 何况当天工商所家属报案说人联系不上时 他除了派人问了沿途交警 可查了汽车GPS以及手机信号 压根没往更深的情况下 也没做任何实质性的调查举措 当然 他不是神仙 他不可能想到一车人会在那晚被害 就算他想做点实质性的举措 也改变不了结局 不过总归责任最大的还是他 老大 可以发布通缉令了吧 其他人纷纷看着高洞 也都是这个意见 这里不是一言堂 大家的意见也有道理 散会后去发布通缉令 我担心的问题 不是林晓峰是不是凶手 我担心是否只有他一个凶手 众人都愣了一下 如果不止一个凶手 那么就麻烦了 现在这个案子看似很明了 但还差林晓峰绑架杀人的实质证据 以及犯罪过程依然模棱两刻 我这几天派人监视林晓峰一家 暂未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林晓峰现在在哪也未可止 我看这样吧 待会我派人搜查林晓峰的家里和单位 看看能否查出什么结果 等掌握基本情况后 再安排抓捕林晓峰的具体方案 散会后 高栋把张一阳单独留下 我要你亲自去趟林晓峰家里 问他老婆几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高栋没有直接回答他 换成以前 这种调查的工作 交给你下边的人去做就行了 你知道这次 我为什么要你亲自去 不知道 为什么 高栋笑了笑 不知道是正常的 很多情况下 领导需要下属问为什么 通过对下属的解释 来显示自己的高瞻援主 加强自己的存在感 如果有个特别聪明的下属 领导想什么都知道 不给领导发挥的空间 那这种聪明 显然就成了不聪明了 高栋打心底里 喜欢张一扬这家伙的 一个原因 也是他常问为什么 当然 有些显而易见的问题 你如果要问为什么 那领导一定觉得 这家伙蠢得要死 跟白痴一样 无药可救了 我们很快就要发 林晓峰的通缉令了 今天会上的其他人 都认为林晓峰是凶手无疑 当然 大家的怀疑都是有道理的 他身高体重都符合 当过兵 前一个毒杀案是他做的 这次七个人 唯独他实地找不到 绑架一车人的案子 外人很难操作 有很多理由怀疑他 不过 我还是有几份顾虑 毕竟现在整个犯罪过程 几乎一片空白 也许凶手另有七人 也许是共犯 我不想被对方牵着走 让你去找林晓峰老婆 主要是调查林晓峰的真实情况 他的过往经历 他的个性 他是否有足够的犯罪动机 换成其他人去 此刻心里已经认定 林晓峰是凶手了 调查会不客观 而且其他人去 恐怕就不是询问的口吻 而是审问的口气了 通缉令我会让他们晚点发 并且林晓峰是嫌疑人的消息 暂时报名 你去找他老婆 只是为了调查七人的案子 如果让他老婆知道了 我们已经把林晓峰 锁定为嫌疑人 询问上恐怕很难配合 会保留很多 可是如果林晓峰真的是凶手 他老婆是否知情呢 我去问会不会跟我们演戏啊 应该不会 有报复社会情形 并杀害多人的谋杀案 凶手是不会跟家属透露的 杀这么多人 对他个人 对他家庭 没有任何的好处 他老婆是个正常人的话 就会阻止了 假设他老婆真是知情不报 当你面儿撒谎 你干了这么多年警察 这点辨别力总有吧 那问明情况之后 还搜不搜他们家 当然搜 问清各种要问的事情后 你再出示通缉令 看他老婆是什么反应 派人对他家和单位 进行详详细细的搜查 好 我这就去办 昨天嘱咐你调查工商所 其他人的人际关系 那份手机通话分析 和别客车最新保养 维修记录的事情怎么样了 手机通话记录 下面还在整理 其他的事情也在抓紧 好 人际情况的调查 向来都纷繁复杂 你这边任务最重 但还是要加把金 过年也进来 他家都想回去过年呢 我马上去落实 安排完张一扬这边的工作 高栋又马不停蹄地 找到李卫平和马队 刚好两人正在讨论 查监控的方案 高栋掏出两只烟 扔他们面前 自己也点上 查怎么样 有情况吗 真是奇了怪了 查来查去 居然真查不到这辆车 别急 我们调整一下方案 我们需要统计一下 进出服务区的所有 别克商务车的数量 统计数量做什么用 首先可以肯定的一点 别克车是在服务区失踪的 现在已经调查清楚 别克车不是被吊车 直接吊下高速 也不是装上了其他货车 所以他肯定是从监控下面过去的 当然 他肯定是经过了伪装 所以才没让我们查出来 伪装 马队似乎并不认可这个判断 车子想要伪装 顶多套个牌 总不能变个车型吧 咱们这次不是只按车牌查的 而是直接按车型和车身颜色等信息 所有颜色的每辆车的车型 车身和车牌 都跟车管所的登记资料核对过 一辆套牌的都没有 每一辆出去的车 都和他进来时的状态比对 全都一一对了 就是没看到工商所的这辆出去 而且还考虑到 这案子是白相当地人干的 特别注意了 进出的所有白相牌照的别克商务车 除了工商所这辆外 只有三辆是白相的 三辆车全是民营单位的 都经过调查 完全排除了嫌疑 高洞抿了抿嘴 看得出调查已经很充分了 没有套牌车进出服务区 所有的车牌和车身都能对得上 每一辆车子进出 也都比对过 没发现问题 案子发生在老公路 显然凶手是本地人 可就连三辆白相本地 后牌的车辆也排除了嫌疑 真是头痛啊 也许有其他我们没想到的 伪装方法呢 咱们以前没遇到过 这次可能是个新问题 当然 我相信车型是改变不了的 就算把别克商务车的标志 换成其他牌子的商务车 整体外观都不亮 至于到底是怎么伪装的 我还没想到 不管怎么样 就先按我说的办 把进车的总数都统计出来 如果出去的别克车 比进来的车少一辆 那说明我的猜想是错的 到时候再另外想办法 李卫平也对高洞这个想法 表示了质疑 老大 就算别克车是直接从监控下出去的 他高速通信牌不还在高速上吗 他最后怎么下高速啊 他也许有办法伪装骗过监控 逃出服务区 可他逃不出收费口啊 马队的人查了 最近全省和周边省市都没发生通信证丢失 或强行冲假的事 高洞顿时又被李卫平的这个问题问住了 老头 我去过了 逃辑的事 现在是我用一个顺问题没做到 逃辑的事